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发表政府的工作报告 不过内容大幅缩减只有一个小时 而且态度非常保守 最受关注的台湾部分 他只使用了96个字 而且没有提到九二共识 也没有直接来抨击民进党政府 而面对全球疫情蔓延 经济情势高度不稳定 他更一反常态 并没有设定今年的GDP的成长目标 大陆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 受疫情影响和全国政协一样 一开场全体代表默哀致意 我们对牺牲劣势和时事同胞 表示顺切的祷念 今年两会会成缩短 政府工作报告也言简易改 其中最敏感的两岸议题 李克强只用了96个字提到两次台读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正方针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保障两岸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整段内容没有提及被中共当局 视为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 也没有直接抨击民进党政府 520就职之后 双方领导人都开始收敛 因为疫情冲击大陆经济一度停摆 外界更关心中方设定的今年GDP增长目标 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 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 李克强一反常态 并没有设定今年GDP的成长目标 不难想象目前情势有多严峻 至于其他要点外界关切的港版国安法争议 只有轻心带过所有的焦点 几乎集中在肺炎疫情之后 如何重回正轨力拼经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提GDP 也没提国防预算 但我们了解今年的大陆军费仍然增长6.6% 不过却没有去年的高 似乎可以看出在后疫情时代 大陆官方将全力的拼经济 以上是东西新闻团队在北京的采访报导